從2015年至2019年 連續5年榮獲台北市音樂比賽 弦遠南軍第一名 掌聲鼓勵鼓勵 那今年呢 更是獲得了特優第一名 那其實弦略團呢 他們主要是希望孩子們 不僅是藉由音樂的角度 也時常參與各個公益活動 希望能夠陪伴孩子們 一起成長的是 不管不只是音樂 而且是正向的人生態度 指揮老師介紹 陳祈禮老師呢 目前是擔任新生國小學會團老師 成功高中學會團老師 靖新國中學會團老師 以及私立康橋學會團老師 好 哇 大家我知道聽得有點冗長哦 我終於快要背到最後一段了 最後一段呢 就是我們的曲目介紹 首先第一首曲目呢 是英國作曲家 霍爾斯特的聖保羅出曲 第四樂章 第二首 每次想到第二首都要想一下 因為他其實第二首的名字叫 林家的龍貓 我差點都想著鄰居的熊貓 對 很抱歉 林家的龍貓 好 那我們再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新生國小學會團隊的表演 謝謝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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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